各位好 欢迎收看广角智库 阿根廷的总统大选的第二轮的投票日 在上个礼拜天19号正式的出炉 极右翼的自由主义 应该说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 叫做米雷伊 那大陆叫米莱 米拉尔 打败现在的经济部长马沙 他取得了大选 然后即将会就认阿根廷的新的总统 那阿根廷的总统大选是两轮的投票 那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其实米莱伊他只得到了29% 而马沙得到了36% 依照阿根廷的规定 如果第一轮投票的时候有人超过40% 而距离第二名还超过赢10%以上 那就可以当选 所以呢他就进行第二轮的这个投票 那第二轮投票呢 结果比较传统派的第三名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的时候得到了24% 所以到了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 这边很多的这个票就转到了这个极右翼的米莱伊 然后呢支持他使得他得到了56% 而高于马沙的44% 应该说现在的经济部长他已经承认败选而且致电给米莱伊 米莱伊其实在国际政治上大家并不熟悉 但为什么我的标题说 这个新总统好熟悉 新总统好熟悉基本上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的言论他的政策 就是阿根廷的川普阿根廷的特朗普或者是阿根廷的这个前巴西的总统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言论跟他的这个政策 所以是不是好熟悉呢 那也就是他向巴西前总统这个波索纳洛可以来相提并论 问题是现在这个经济部长输给米莱伊的这个经济部长马沙 他是阿根廷在现在的执政团队当中的经济部长 可是呢他是所谓的培隆主义联盟的一个代表人 培隆各位知道过去在阿根廷做过三任的总统 那其实相当的站在比较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不管怎么样 这个联盟在过去77年从培隆一直到这些他的联盟成员 大概是主要控制统治的阿根廷 但是呢他现在正面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还有贫穷人口的上升 到了非常严重 统合部长来到了150% 欠给IMF将近也超过440亿美金 然后呢贫穷人口你更难以想象 40%的人是在贫穷线以下这个国家阿根廷 所以米莱伊就说他要炸掉中央银行 然后呢要把整个这个批索 已经在国内的市场其实不太多人用批索 都持有外币 那可是呢政府还是用批索 所以他要就是说炸掉中央银行 停止用批索 全面美元化 这个居然到第二阶段的这个选取当中 还吸引了不少的这个选民支持 使得他的出现 不过我觉得表示说阿根廷人其实是这个明星思变 也并不是说真的是代表这个米莱伊的这种极右翼 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这个政治跟经济的立场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南美的第二大经济体 他现在的政治现状跟经济的困境 的确确大概都不是任何人能够去就是简单的面对的 这个巨大的挑战 使得米莱伊呢 当然就必须要这个出很招 他每次在竞选的时候啊 他就拿着这个电锯 然后呢说我要用这个电锯 把所有的政府的开支 还有这些这个多收的这些税都给锯掉 所以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大概都获得这个媒体的这个相当大的这个就是关注 那当然目前整个阿根廷的央行用来支撑批索的这个国际储存 几乎已经是负的 而且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谈到 他也跟中国大陆来去寻求在人民币上的这种交换 那米莱伊因为阿根廷的选民对于整个主流政治 赔隆主义的这个统治已经失去耐心 所以呢才会获胜 这位新总统啊 他今年53岁 他其实是个经济学者 经济学的教授 然后呢做过国会议员 一直现在为止都是国会议员 那他也这个在很多家的企业公共机构里面 做过这个咨询跟分析 经常上电视 他甚至是一个翻唱乐团的这个成员 专门唱那个Rolling Stone的这个歌曲 所以可见他对于西方 对于美国 对于这个英文的这些这个文化 跟歌曲非常的熟悉 这让我想到谁 让我想到韩国那个总统尹锡悦 对不对 还在白宫唱American Pie 他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加入这个比较右翼的政党 叫做自由前进党 踏上这个从政之路 我们看一下他讲的这个政策 他的演讲说 现在的这种阿根廷的经济政策 他把它叫颓废政策 已经结束了 没有回头路了 什么是颓废呢 这种颓废的模式 也就是说 其实造成大家就是贫困 然后呢通膨 使得大家没有办法 你再怎么努力 你没有办法去获得生活 或者是整个这个社会 经济的改善 所以大家就变成一个颓废模式 那我们面临巨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 缺乏工作机会 还有贫困 那不能再采取那种不温不火的这种 折中措施 中间偏右 中间偏左 都不行 他要走极右翼的这个方式 那他就在大概这一次19号确认之后 他在12月的10号 所以将近一个月之后呢 他就会就职 我们看到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说要放弃这个阿根廷的PESOL 这个比索 然后全面实施美元化 所以全面美元化 这个做得到做不到 就把自己国家的货币给你废掉 然后关闭阿根廷的央行 他说要等于是销毁央行 同时呢大幅的削减公共的开支 包含社会福利预算 要摆脱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不振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呢 尽量就就是开放 让这个资本家 让大家都自己去想办法 那至于说一些成为政府的重大的开支的部分呢 他也就是说不要做 他也反对脱胎 而且要松绑这个枪械 而且否认气候变迁 造成就是说这个整个环境的影响 各位所以我说他很熟悉 特朗普川普还有那个波索纳洛 不就是同样这种极右民粹主义的色彩吗 但是严格而言 各位知道这个川普特朗普跟波索纳洛 他们在美国跟巴西 对于这个两个国家 当时执政时候 也许媒体或经济上 这个打了一个所谓的这种 这个急救针 可是长期而言呢 不要说长期 就是说一段时间而言 你看他对整个公共政策 公共服务的影响 包含教育 社福 医疗 都会产生严重的这个冲击 所以这个我们看后续 他真的会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想 他现在面临到的的确是 是严重的这种经济 政治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资本的这个管制 所以呢 他就诉求最激进的这个右翼 那阿根廷其实这个国家 是一个农业大国 古物 矿物大国 梨矿 还有呢 这个页岩器 这些其实都是全世界的重要的出口国 我想当他这个当选之后 就任之后呢 会转而面临到米莱伊 他的这个真正的执政能力 这就是问题所在 他这个党啊 自由进步党 在72席的参议院里面只有7席 在257席的众议院里面 也只有38席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 这个没有办法去真正推动 他的政策跟法案的这样一个政党 那怎么去做呢 他就必须要去联合许多其他的政党 不过了 当然在阿根廷的国会里面 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超过这个三分之一 或这个比方说过半 所以将来阿根廷的整个政治 还会是一样的混乱 而这个政党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州长或市长 这个没让你想到 我们台湾这个民众党类似的这种情况 那米莱伊他说 他的这个休克疗法 我们一般经济学家就把它称呼叫做 就等于是全部右翼 而且要让这个整个经济完全翻两番的 这种休克疗法 或者是呢 他叫做电锯的这个疗法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去造成一波改变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 看注于美国跟巴西 以及看注于他真正的这些政策 其实对这个阿根 这个南美的第二大经济体 我觉得将来会把它推入到一个不可预测 而且动荡的政治跟经济的未来 那当然川普马上恭贺他了 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 我为你感到十分的骄傲 你扭转你的国家 真正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那最后在外交上呢 他其实是相当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因为他是极右翼 极端自由主义 他说他只考虑跟反社会主义的国家交往 尤其是美国跟以色列 那特别这个不太愿意跟他的第一大 跟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也就是巴西跟中国大陆来打交道 那他提名的就是这个外交部长叫蒙迪诺 也说我们会停止跟巴西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 不过这个到目前为止都只是说一说 那会不会真的变成政策 因为照去年的这个数据的话 阿根廷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来到了94.94亿 出口是80.22亿 进口呢是175.16亿美元 所以其实是没有错 是属于逆差的状态 不过呢 他当然是因为大幅进口 这个阿根廷所需要的这些事物 而且基本上其实这个对中国的出口 包含大豆猪肉牛肉 都是阿根廷重要的这个市场 你怎么可能说 不去维持这个贸易跟这个合作关系呢 再加上阿根廷跟中国的这个本币互换的这个协议 一直在180亿美元 而且他用这个180亿不是只有在这个负担 就是跟中国贸易的这些钱 也拿来偿还给这个IMF国际货币基金 这是历史少见的一个这个情况 而且今年10月的时候 现在的阿根廷总统芬兰德斯 他在参加一带一路会议的时候呢 10周年会议的时候 还跟习近平又见面 那习近平又承诺了增加给阿根廷这个65亿的这个自由使用的互换额度 所以就变成180加60 那这才是10月份刚得到的这个承诺 如果你上来不用的话 那事实上你怎么还钱给IMF 你怎么去跟中国大陆去做这个贸易 所以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他还说米莱伊还说 阿根廷其实已经受邀在明年的1月1号 各位还记得吗 金砖国家组织扩增的国家当中有阿根廷 那他说呢 他不会加入机关组织 也不打算跟俄罗斯合作 这个大概其实很清楚 就是跟美国示好 希望大概得到美国的这边的援助跟支持 那但是呢 他的这样子的一种政策 拜登会喜欢吗 拜登年里这个跟川普的这个竞选 这个路死谁手还不知道 所以呢 他会不会落得两头空的这种情况 那因此 我是觉得以阿根廷跟中国大陆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 不太可能会有太快的这种激烈的改变 而且说你实在话 其实加入金砖组织对你的国际的这种曝光 跟国际舞台的这种话语权都有帮助 你哪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 所以我们看这个礼拜天才知道的阿根廷的新总统 那看似这个就是说不熟悉 但实际上又非常熟悉 而这个国家其实跟很多南美洲的国家一样 不断的在重复这种就是极右极左之间的动荡 而这个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跟美国以及跟这个国家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很多其他的国家知道 跟亚洲跟中国的贸易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出路 那我们看看这个阿根廷的新的总统 米莱伊 是不是真的会继续作为阿根廷的川普 特朗普 还是说呢 他慢慢的会有极中极右摆向 比较务实理性的这个总统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